各位朋友,我这两天因为风很大,风湿痛,整天24小时不停 大家可以看到,这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各国旗和欧洲旗都在飘 欧洲那些天气不知怎样解释 最近来说,我们在洛克克顿、昆斯兰北边 本来应该很热才对的,但是都是跌了十几度 只有十几度而已,所以风湿痛24小时都不停 当然,我仍然是有精神的,有时间去看这些 最近的时势新闻,很明显了 关于这个中共病毒、武汉病毒、肺炎病毒这个问题 美国已经慢慢慢慢,和整个自由世界都慢慢慢慢清楚那个真相了 因为这个香港的那位英雄,这个严小姐严丽蒙呢 她很勇敢地站出来,将这些真相爆了出来 所以这些大家都会看到的,很清楚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大使馆在美国关闭的时候呢 又牵涉到有一个叫做唐娟的这个间谍,也暴露出来了 这一切都说明了,美国制裁,制裁中共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相信很快很多国家都会跟随,都会跟随这条制裁中共 冻结中共共产党员的财产 这个要用来做赔偿给当地的所谓病死的和经济的损失等等 很多国家都因为这个中共隐瞒,隐瞒和故意扩散那些病毒 使得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受害 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一点都可以说得没错 一点都没错,完全合理合法的 杀人田命,欠债还钱 中国人用中国人那套,是吧? 杀人田命,欠债还钱 特别这些血债,中共所制造下来的血债 害死这么多人,令到这么多国家经济受损失 特别我们澳洲,是吧? 一样,现在搞到呢,好似第二波那些爆发 啊,足足搞了整半年了 啊,那,作为我们 几十年前,啊,三十年前,几十年前 遭受中共迫害的这些这样的,啊,在海外流亡的这些这样的,啊 啊,子孙啊,啊,父母,啊,已经在中共被中共害死了 谋财害命,掠夺家产,谋财害命,啊 啊,已经是冤死了在中国大陆 我们这些子孙是同行出海外 啊,我认为,在当前的这样,向中共索尚的这个这样的,国际潮流啊 这个大潮流下呢,我们这种人都应该要站起来 团结起来,我们要将我们以前那些血,汗,血泪,啊,心愁,全部揭起来,爆起来 啊,我们要中共赔上,啊,赔上我们爷爷,老爸,那一倍人的,啊,在中共的,欺压,残落的,啊,吞占财产等等,啊,迫害,政治迫害等等 我们都要,啊,向中共,啊,讨还这一筆,血债,要向中共索尚 啊,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啊,当然,作为我本身来说 是提出这个这样的,控诉中共,向中共,讨还血债 我并不是为了要钱,因为目前我的生活都很稳定 我不需要这些这样的钱,这些钱是应该留回来,建设我们的新的中国 中华联邦,新中国联邦,我们要建设个联邦的共和国,啊,将共产党专政,一党专制这种,啊,国家证券 将它拔开,毁灭掉,重新建立一个,啊,自由民主的,共和制的,这样的新中国,新中华,新中华联邦的共和国,啊,这个是,我,和有很多,啊,人都提出了的了,啊,很多人都提出了了,包括美国那边,啊,国民贵那边,啊, 啊,那我也都很早,去年,我也都提出,都是要,啊,成立联邦共和国,中国不能够再搞一党专政,啊,不能够让共产党继续这样,啊,统治下去,啊,中国这样才有前途的,啊,很明显,现在大家看到的了,啊, 啊,啊,他,中共继续这样搞呢,很可能会发生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呢,当然共产党一定落台,啊,啊,单单中国人民,啊,都不会让他继续,啊,啊,美国如果在军事上来说,啊,啊,啊,欧美国家联合起来,中共根本就无法抵挡的,啊,再加上国内人民,啊,啊,全部都 都站起来反共,对抗中共,所以,中共的,所谓的日子,啊,末日已到,啊,没有什么日子,不长的了,啊,所以这条呢,我希望,啊,所有,曾经遭受,迫害的,这些逃亡在海外的,这些这样的,华人子孙,我们一起要团结起来, 啊,啊,一定要,一定要,推倒中共,啊,消灭中共,啊,我,最后一点呢,我都希望,啊,能够澳洲政府,啊,尽快通过,制裁中共的,这个法律,啊,将这个,中共,啊, 共产党员,呢,驱逐出境,冻结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呢,我们华人,啊,啊,应该配合起来,啊,啊,举报这些这样的,中共的,共产党员,贪观,共产党分子,啊,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啊,啊,没收他们的财产,啊,作为赔偿,啊,曾经遭受迫害的,这些这样的,中国人,啊, 所有全世界的人,啊,啊,遭受共产党,比特币的,所有的全世界的人,啊,这些我们是正义的,属于正义的行动,啊,啊,我今天是说多两句,啊,啊,